另外强烈热带气旋皮柏杰 15号傍晚在印度西部和巴基斯坦东南部一带登陆之后 目前威力已经减弱 但是它登陆时夹带的强风豪雨 在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了不少灾害 首当其冲的地区部分区域除了路数电线杆被吹倒了 房屋屋顶也被强风掀起来 还有两人不幸在风灾中身亡 至少有22人受伤 那为了民众安全起见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比普捷登陆前 特别提前疏散了沿海地区共18万人 暴雨打在地上发出声响 前方视线一片模糊 斗大的雨点伴随强风不停打向地面 驾驶人小心翼翼放慢车速就怕发生意外 有人撑着伞想回家 因为风实在太大 差一点就跌倒 灾难性强烈气旋比普捷 15号傍晚在印度西部和巴基斯坦东部一带登陆 他夹带的强风好雨 不只带来惊人雨量还造成破坏 首当其冲的古籍拉特邦 部分地区路数电线杆被吹倒 房屋屋顶也被强风掀起 还有一对父子为了救羊进入洪水泛滥的峡谷中 结果不幸被大水卷走 为了民众安全起见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比普捷登陆前 特别提前疏散了沿海地区共18万人 并在学校礼堂和其他政府大楼设置临时病难所 而比普捷在登陆印度后强度已经减弱 印度气象单位已把风暴等级从非常严重降到严重 目前比普捷正朝西北方向移动 预计未来两天 临近古籍拉特邦的拉甲斯坦邦将会继续降下大雨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日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雨卷一起看新闻吧